为了推广海洋保育的观念 国立海生馆首度跟餐饮业者合作 在高雄一间饭店推出发现深海争奇特展 总共展出有10件珊瑚模型 还有15种珍贵的海洋生物标本 让旅客住宿度假的之余 也能来认识海洋生物 进而关心海洋环境 饭店走廊边成立了一整排珊瑚仿珍模型 软珊瑚柳珊瑚到石珊瑚 看起来十分逼真 搭配墙上的详细解说 让下榻饭店的旅客能清楚了解海洋生物知识 原来这是国立海生馆首度和饭店业者合作 推出的发现深海争奇特展 第一次做这样的跨越的一个合作 那做了这个就是发现深海争奇的特展 那我们这一次呢 其实提供了海生馆珍贵的一些点长 还有一些我们一直长期研究的成果 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这些珊瑚的整理模型 让大家可以近距离这样做一些观察 这次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跟屏东的海生馆这边来做一个结合这样子 那当然海生馆它这一次也是第一次跟我们饭店合作嘛 所以我们其实很仔细的就是来规划这一次的合作案 发现深海争奇特展除了有完整的珊瑚生态介绍 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标本 尤其是透过药水将标本肌肉组织透明化 更能够清楚观察到生物的特征 展出内容共分为珊瑚农场 奥秘海洋以及台湾科学节比赛海洋绘画比赛成果等三大主题 除了了解海洋生物知识 也能体验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范利业者还安排精彩的手作活动 希望达到寓教娱乐的效果 有推了两个DIY的免费活动 那像有一个是那个海龟的折纸DIY 除了折纸之外呢 我们也会有海生馆的专业的导览人员呢 就是会来跟小朋友姐说 就是海龟呢它在海洋生态系里面 扮演着什么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另外还有一场就是针对比较高中生啊 成人啊比较大的一点的小朋友呢 我们另外有推了一个就是做透明于标本的活动 想要一督海洋生物标本 或是探索珊瑚富裕的成果 不用远到平农海生馆 在高雄的饭店里就能看到 或许亲子还能一同动手折一只可爱的海龟 带回家哦